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Fika Winkman 夜市与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 上升增入指数跌2点步3281点 深淨成分指数升93点步12602点 互深300升不够1点步4322点 创业板指数升72点步2819点 恒指方面今天收报20751点跌46点 国企指数跌19点步7125点 科技指数升40点步4587点 大市成交由1128亿 跟着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今天9至1997在下午发了一个刑警 预料中期业绩转舍 股价在下午后受压一度低见34.5 最终收市跌1%收报35.3 集团公布预期中期六得股东应佔亏损 主要由于期内未变现的投资物业重股亏损 或者超过基础盈利 该公司在去年同期股东应佔盈利大概有29.7亿 不过公司强调集团的整体财政、业务和经营状况 仍然稳健 接着看看内银股的表现 因为内地多地烂尾楼业主要求停止上还房贷 内房股今天大幅受压压 市场担心事件会波及内银股 几间内银今天有回应事件 很多银行都表示总体风险可控 好像建行今天收报跌1% 但它表示当前部分地区的停工还建 和未按时交付楼盘的情况 涉及该行的规模都比较少 总体风险可控 陆刊表示保交楼的风险楼盘大概涉及6.6亿元人民币 规模比较少 总体风险可控 另外 轻业银行亦表示 停还款的按揭金额大概有3.8亿元人民币 存在烂尾风险的按揭贷款总体规模比较少 不会对公司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接下来看内银股的其他表现 好像邮处银行今天收报5.11跌5% 招行跌4% 报在42元 接下来看华能国际 今天跌幅比较大 跌6.8% 收报3.96% 因为公司公布 公司的美国传托证券股份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已经在7月7日生效 华能国际今天一度跌9% 最低见过3.9% 公司的美国传托证券股份数量 大概可以转换1亿股的X股 最后和大家看看天齐里业 因为它发了一个营起 但股价今天跌3% 收报79元 公司预期半年正利 大概有96亿元至116亿元人民币 大和发表报告说 因为天齐里业的股值便宜 目标是90元 报告指出天齐是内地第二大 和全球第四大里运合物的生产商 估计今年核心盈利可达205亿元人民币 比市场估计的191亿元人民币高 认为持股美国上市的智利矿物化工 应利强劲的表现 令大和对它的信心加强 然后和大家看看 10只成交金额最活跃的股份表现 京东升2.6% 报价244元 恒生中国企业跌0.3.72.78元 建行跌1.3.4.99元 美团升1.1.182.5元 平保跌5.4.48.05元 招航跌4.42元 比亚迪升5.5.5.283元 盈富基金跌0.4.21.24元 阿里巴巴升1.2.108.7元 腾讯跌0.1.335元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和大家聊到此